好 刚刚听到了民众党的发言人说 办柯文哲办得很快 办得迅雷不及掩耳 那司法有双标 我们看到柯文哲的的确确被裁定延压两个月 那理由是什么 我们看到院方的说法是说 依眷内市政目前尚有共犯还未到岸 所以要再继续积压 那救赎是谁 外界猜想指向这个人橘子 大家一直讲橘子橘子敢骂敢骂 其实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徐芷瑜 那念快一点变橘子 所以橘子他在这里 我也跟他接触过一两次 他就在柯文哲旁边当行程秘书 感觉是一个小女生 那现在说他已经从日本转到澳洲去了 他要逃亡一辈子吗 我们来看看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遭炎压两个月 民众党在彰化园林举办户外开讲 抗议司法不公 立委黄国昌最后压轴上台时 火力全开 痛批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根本在操弄司法 就算台下人数没之前可观也要表达不满主席柯文哲再被炎言 我觉得我很愤怒 我也很心痛 但是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是绝对不会像二十里低头的 柯美兰字字句句坚定代表客战发言相信哥哥的清白 我们是清白的 我妈妈正在等我哥哥出来 即便哥哥造极牙依旧坚持跑活动力挺到底 好我们刚刚看到报导说是橘子现在可能已经跑去澳洲了 从日本转到澳洲 那他的中华民国护照也被撤销了嘛 北简说不予置评 不予评论 因为媒体跑去问嘛 那另外我们看到民众党说 这是简媒一体毫无所惜 因为讲到说去澳洲这件事也是媒体报导的嘛 说是有网友在澳洲看到一个疑似橘子的人 好厉害 就像在日本一样 不知道啦 那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柯文哲 因为他是国内重要的一个政治领袖嘛 所以媒体的报导真的是铺天盖地 这必须要公道的讲 有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情节 包括前几天有周刊说 金华城的员工啊 都用人头啊 捐了一大堆的有的没的 给民众党的政治人物 包括在2022年的市长选举 捐给黄珊珊 还有民众党本身 还有包括邱承远啊 柯文哲总统的竞选 跟陈婉慧的立委选举哦 啊民意是谁 民意是中工的保全经理叫高明洪 啊底下还有另外一位会计的样子 也一位女性 他们是怎么找出来的 周刊是怎么兜的 他们是去监察院的 Google Google 看这些政治人物到底谁捐给他 那里头有一个人叫高明洪 而且他都捐给民众党的政治人物哦 所以他说中工的保全经理又有一个叫高明洪 啊抓到了 可是后来这两天高明洪先生跑出来说 哎我不是中工的保全经理啦 你欧白乱到 他说非本人 我不是中工的保全经理 我跟他同名同姓 你去查我们的地址就不一样啊 所以看起来周刊的确有 有这个是跌了一跤吗 还是这个可能 有一点这个查证不够确实哦 黄珊珊就讲了哦 他说这是周刊罗织人头政治献金 所以竞简讲的是竞周刊 已经成为竞导 在编故事的导演了 那黄珊珊到现在为什么都没有被检调约谈呢 这是很多人都在问的哦 郭正亮就讲 因为他跟金华城案没有直接关系啊 他只参加过一次协调会 也参加过一次便当会 而且这不是他主管的业务 是另外一位市长 副市长彭震生 所以当然他没事情啊 可是像是林涛哦 国民党的市议员哦 他就不依不饶哦 他不断的咬这个黄珊珊 在媒体上面不断的讲说哦 这个是检调怕黄曙光啦 所以不敢传黄珊珊 是这样吗 来道老 我觉得现在民众党啊 大概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人 一个是涉案 还有一个是完全没有涉案 像友谊就完全没有涉案 但是他是被阿伯这个鬼拖住了 到处就碰到该讲话的时候 就非讲一下他原始者所在不能怪他啦 但是分成涉案跟非涉案啊 不见得人嘛也不见得 那他现在就是立法院在开会嘛 他有保护赏啊 所以也许就稍后演一下 但是最后我觉得黄珊珊在 未来再站起来的民众党里头 能够再有所发展的可能性不大 黄国昌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黄国昌 我跟他同台过在这节目里头 我觉得黄国昌气色不错 脑筋聪明 功维有条例 这个煽动群众买得很慢了 现在民众党里面可以穿成这样 其实是没有地理的 但是这个黄国昌的缺点就是 他经过时代的力量 也好像走到那里那个党就完蛋了 他才一次而已 关灯手关灯手 而且他有的时候 立场的哪里就是摇得太厉害了 他也许考量到自己的未来 远大于这个政治的是非 这一点也稍微风险了 但是我觉得阿伯 阿伯我是比较 也许是我的偏见 我比较倾向于 虽然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没有一刀毕命的东西 但是他那些类似接近 要被一刀毕命的东西也太多了 而且是一般的政治人物 再张再恶劣再无法无天 好像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我同意刚刚大老说的话 国长老师不但是头脑清楚 而且他跟友谊一样 属于完全没有设案 不管是政治现金或者是市政问题 这些黄珊珊都有涉入 政治现金它是竞选总案室 然后市政的问题 他当时在副市长 刚刚亮哥我觉得他特别偏爱黄珊珊 他讲的内容都是错的 这个协调会他也有参加 便当会三次都有他 反而是彭震生都没有 所以如果彭震生三次便当会都没有他 甚至连那个PM 他都彭震生都说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安入PM 可是现在彭震生在里面 那为什么黄珊珊都没被团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打一个大问号 暗暗都有他 可是他至今都没有被约谈 甚至连这个最近传出来说 朱雅虎都去见过黄珊珊这件事 黄珊珊她也没有否认 她说这是拜会不是密会 可是这个拜会完全没有登录 没有公文没有记录 然后直到今天被周刊揭入 黄珊珊也没有否认 你既然不是督导的副市长 那为什么人家要去见你 甚至连金华城 他写给柯文哲的陈情信里面 他给了四个人 第一个柯文哲应该的嘛 第二个彭震生因为他是督导的副市长 第三个黄锦茂因为他是督导的 督发局局长 第四个黄珊珊 你既然不是督导的副市长 也不是业务科的局长 那为什么要给你呢 所以每个身影都有他 那为什么要你都没有被约谈呢 你觉得原因会是什么 好啦那再来就是中工机械捐款给他 这也没有问题 他也讲了一堆国民党的议员 也有收获中工机械的捐款 2018年早在2018年 蓝绿都有啦 好这也没有问题 好可是 沈静金他是国民党中常委 他捐款给国民党的议员 理所当然 那他兼给黄珊珊是为什么呢 证明你们早就认识是朋友是旧事嘛 所以你也不要否认这件事就好了 我认为只要有申报都没有问题 只是黄珊珊过去装作一副 不认识沈静金的样子 我不认识沈静金我没有碰过这个案子 这不是我业务督导的 但是事实证明现在都被打脸了 你认识他早就是老朋友 你虽然不是业务督导 但是每一场会议你都有参加 甚至朱扬虎也私下来拜会过你 但是你过去从来都没有说 所以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你是不是没有在公文上盖过章 但是你有去跟柯文哲提过你的建议 这就是蔡壁如讲的嘛 为什么章上面都 金华城的章上面都没有看过你呢 公文上面都没有看过你的章呢 蔡壁如不会不了解市政府的状况啊 因为他当过市长市的主任这么多年 市政府里面有很多他的老同事耶 这是由蔡壁如他们民众党 自己提出来的质疑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质疑 我们今天没有说要针对谁 我们只希望说金华城这个案子能够水落石出 那至于说举止的角色为什么重要啊 我相信柯文哲总不会自己去key in USB里面的东西吧 今天镜周刊里面确实有很多传闻 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啊 所以民众党如果认为有不实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去提告 徐晓星就有告过镜周刊嘛 你不能一直说他不实 可是你没有一个去告的 觉得不实就去告没有关系 媒体不是不能告 但是镜周刊里面确实也有一些是 事后证明是属实的嘛 谢国良这一趴是属实的 黄冲仁这一趴也是属实嘛 邱佩玲这一趴也是属实嘛 邱佩玲这一趴也是属实嘛 帮忙募款的人已经证明 对我有帮忙募款 给钱的人也证明说 对啦 我有给钱 我也有给生意嘛 那可是这些钱 柯文哲没有申报耶 柯文哲也没有给民众党耶 那为什么民众党都不去追究说 阿伯去拿了钱 没有给党 也没有给党的候选人 那这些 民众党都不用去追究这些事情吗 我简短补充一下 你想想中华文化 我们这个有所会最看重的 中华文化说橘子过了淮河 就不叫橘子了 就变成紫了 所以现在橘子到了澳洲 我希望他做不改心 心不改心 因为我倒是蛮同情他 因为他之所以我今天 其实以无不得他 就是因为他就特别的关系 这个柯文哲特别 就宠信他嘛 就相信他 我觉得他现在很像扁岸的黄范燕 黄范燕在美国最后是不得好什么 这个下场是很凄惨的 那我觉得你越是不敢回家 越间接证明柯文哲是有问题的 你新的发言人要小心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好柯文哲被裁定要继续炎压两个月 跟过去民众民众党的态度有点点不一样 他现在鼓励他抗告 还记得吗 第一次被这个积压的时候就说 我要用肉身来这个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算我被交保我也不走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保的话我也不交保 那现在继续炎压了民众党的态度不一样的 可能要鼓励他抗告 那王鸿威他说检察官查了两个月 没有找到一刀毙命的证据啊 所以认为这个检方办案很掉漆很烂惨 另外吴宗献 他做过检察官的吴宗献 现在在立法院要排案了 要去查去考察北检咯 做什么 说要检讨侦查不公开 说是现在侦查到处公开 要看看北检到底是怎么办案的 那绿营就说这是侵犯司法 这件事情不可以不好 吴宗献说要尊重司法独立 而另外呢政治效应是什么 有人就讲 现在整个小草整个民众党群情激愤 很生气觉得是司法迫害 那未来可能在国会或者是在2026的选举 会跟蓝的更加紧密的合作 那可能助攻蓝的蓝白又要合了吗 我们来看看 柯文哲贴身帐防秘书局子徐止于 8月底初进到日本后滞留国外 此时未归遭通弃 如今传出简连掌握徐止于 10月初已经从日本搭机转往澳洲 可见他柯跟柯文哲一定有一定的默契 不然我不相信会这么干 民众党则回应毫无所惜 更质疑是否又是解媒议题的再次展现 而正当白颖与司法奋战 来因这举动被解读是否在助攻 因为立院司法委员会周一的考察 国民党招委吴宗宪 官员安排到北检考察 侦查不公开作业情况 这个会让外界误认为 这个是一种对于 侦办当中的案件的一个不当的干涉 就是了解一下他那边媒体采访的他们怎么规划 还有求车还有那个通道上面的这两个问题 有什么案子在北检就不能去那永远就不用去了 跟这个案有什么关联性 这个我觉得就是胡扯 同样以考察来讲 上次是要解决我们基层司法人员的负担 而这次仿佛在消费我们地方的司法侦办人员 蓝绿招委意见不同北检再度成政治攻防中心 好吴宗宪明天要去考察北检 律委说这不行啦 说他们通通拒绝同行 这样有道理吗 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说实在话踩到民进党会跳脚 那就代表可能某些事情做对了 我先讲一下 明天吴宗宪他的排案是说 考察递检关于侦查不公开实务执行作业 并且就媒体及机关办公室之隔离 应讯人员通行上下求车处 维护被告民意等措施进行检讨 有没有检讨的必要跟空间 大家想一想 第一过去不管我们讨论客问责案 或其他任何个案 今天司法法律委会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个案 但是针对的是为什么过去一直讲 检调侦查不公开 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每一个案件都公开了 每一个案件每个礼拜都有最新的进度 而这些进度好像那一个记者 直接都是在那个侦查庭里面 去做第一手资料的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司法法律委会 如果说你真的关心的话 两三个礼拜不分蓝绿的委员 也都一直在针对这个议题 希望能够改进 第二个部分 上下求车的那个画面 有没有检讨的空间和必要 我个人认为有 之前我在司法法律委会 吴思瑶委员也认为有 为什么因为我们就看到是说 今天这个人他只是被告 他还没有被定议 但是他有没有上手铐 穿什么衣服 今天有没有戴眼镜 上下车的时候 媒体就拍那个画面 头发是黑的是白的 是黑的是白的 他的颜色有没有好一点 还是说这个皮肤变好了 结果当天的一个画面 也可以变成是其他的政论节目 晚上两个小时讨论的重点 还讲说这个是答案好 我想说如果说过去到现在 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能不能北检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就是真的跟媒体朋友 把它隔离起来嘛 因为被害 就是今天这个被告 还没有定验之前 他也是有相关的人权的 那如果说真的把它给遮蔽 起来的话 是不是这些事情也都会降低 也就会比较回归到司法独立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吴宗献他 他也已经讲了 他也一定不会针对任何个案 甚至如果明天他带队去 有任何的委员提到任何个案 他也会出身制止 我想这件事情 因为吴宗献他又是前检察官 所以说他能够以招委的身份 以司法法治委员会 邀请记者大家来共同的了解 我觉得这多好事 希望让我们司法能够更加独立 虽然他讲得理直气壮 但是我还是认为前检察官 吴宗献委员排这个行程 是可以不排的 难道你没有别的事可干吗 这个东西是给人家一个感觉 是立法权干预司法权 虽然你那个题目 那个行程的名字 讲得非常的忠信 非常的冠冕堂皇 但是总是有那么一个感觉 至于刚刚孟凯讲的那个 大家照相要看看你如何处理你的手考 我也赞成说不要给大家有这个机会 但是我跟你讲 从以前累积到今天 这个手考 从这个看守所到这个检调 下囚车的时候 如何处理这个手考 有学问的 我把它分成三类 一种是给大家看 你看我这么厉害 司法不公 一种是想办法用毛巾来用什么 看起来就是 就是他有一点羞耻 这个柯辟呢 柯辟就是处之泰然 要看你看 要看你看 如果你最后回头去看 那种最无耻之耻的人 最最重 你知道吗 还有羞耻之心的人 通常最后也证明有罪 但是他的罪通常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先讲一下吧 柯文哲的进华承判办到现在 消息真是满天飞啊 刚开始是某一间特定的媒体 每周固定爆料 但是从前几个礼拜开始 已经不只是固定媒体 很多媒体都有很多很奇怪的新闻 到处爆料 大家还记得 我觉得好像在前几个礼拜 有个新闻说什么 说北柬要约谈民众党的 关键大咖女性 大家还记得新闻吗 就过好几个礼拜 现在咧 好像也没有下文嘛 所以现在所有的新闻消息在外面 真真假假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不要说是民众党的委员 不能够接受 连民进党自己的委员 都不能接受好不好 说检调拜托硬起来一下 查一下有没有泄密案 所以检查统长邢泰昭他怎么说 他说要严查泄密案啊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北柬好像在一两个月前也查过一次吧 那时候北柬的答案是什么 说绝对没有泄露任何的机密 他们都是合法的都是政治正常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现在问题在于说 民进党包括了一些相关的一些 你说北柬北院好了 他们的说法对于民众而言 能不能够被信赖吗 这是为什么这次我们的吴宗宣委员 想要亲自的去看一下 北柬到底有没有状况吗 因为之前北柬北院讲的都非常好听 但是民众完全没有感受到 尤其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感受到 所以在党势必要展现出一些态度来 做一些样子来包括了 如果真的能够查到有什么情况的话 这能够让民众更了解 到底有没有泄霉情形 才是立法委员应该要负责任 那友宜 刚刚前面沈大佬有提到 就是所谓涉案和不涉案 我觉得因为现在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然后最后的判决也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也不能判定 谁涉案不涉案 谁涉案之后有办法 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先判定 但是以我立场来说 我是相信就是这个党里面 我们这些党公职 然后这些前辈们 他们都是秉持非常政治诚心的心态 去来为台湾社会服务 那刚刚就是有讲到说 有两位什么中工的员工的话 他们其实本身都已经有提出了这个 相关的声明 就是高明洪 还有这个陈慧玲 对这个会计嘛 他们都有提出了公开的声明说 上面的人不是他们 首先那个手机号码 还有出身地可以查到的所有讯息 都是不吻合的 是同名同姓 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再一而传论 那再来是这个举止的事情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也不清楚这个状况 但是呢 这一篇报导 其实是从某一个时报 独家报导出来的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这一篇报导 它上面没有庶民是哪一位记者 你说到澳洲这个 这个新闻 完全没有庶民是谁 也没有讲消息来源是谁 所以我们完全无从去评论说 这一篇新闻的真假是什么 所以也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新闻 自己也要去稍微做事实查核一下 它不一定是真的 那最后就讲到这个 其实 这一次这个吴宗献委员 他说要去调查 侦查不公开这件事情 老实讲这个前几天 检查总长邢泰昌自己也说了 这过程当中好像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其实现在检查体系 自己也在做一个 调查小组 他们也会去查侦查不公开 但是我认为立法院 因为毕竟他要查的 应该是法务部下面的这个检查体系 虽然也属于司法 但是它上面还是行政院 所以我觉得立法院要去调查这个行政院下面的法务部的这些 呃 侦查有没有不公开 有没有公开的问题啊等等的 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关案件 虽然周刊他们可能就一开大会觉得说 为什么周刊会知道那么多消息 其实也不只是柯文哲的案子 在陈其立的案子里面 周刊也是报导的最详细的 那我觉得在其中呢 当然北检他一直说 我们就说侦查不公开 也不只这几个案子 之前其实在 在郑文燦淘检的时候呢 有些相关的证据 可能把明代的手中来去 所以我觉得侦查不公开 是真的不分各个案子 都希望可以检察官 他们可以好好来调查 那我觉得讲回来就是柯文哲的案子 我们可以看到 我觉得应该检察官有一定的证据来证明说 他不只可能有徒例 那也许也有金流等等相关 但我们知道目前相关的人等 不管是沈慶金或是柯文哲 都还是守口如瓶的状态 所以就还要等相关的被告 共犯来告案就是橘子 那橘子现在我们看到 可能人到底在日本或在哪里 反正他就是没有回来 他没有回来的状况之下 大家的疑惑就是那这样子呢 柯文哲案情永远无法清楚啊 所以呢被延压的状况 也是因为橘子没有到案 所以他可能会继续来延压嘛 所以真的呼吁民众党 还是要叫橘子能赶快回来 那民众党其实一直对靖周刊 有非常多不满意见 那其实刚刚也说了 就是黄山伤害酸 他们说科幻小说等等 不过民众党也不是没有告过媒体啊 在去年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就有告过三例 说因为蓝白盒的内容不真实嘛 所以去告了三例 那现在其实蔡碧如也有说 要告靖周刊 可就跟她说要告洪建议议员一样 到目前为止就是雷声大 雨点小好像没有看到后续的动作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说 就民众党为什么就是在策略上 一直不断说就是科幻小说 这些都不实 可是没有拿出一些具体的就是 去检法官暗铃等等的画面 出来给大家看 让大家来信服说 他们真的是认为 想要抗议周刊的说法 有人怀疑说你们没有去告 这个就我所知应该是 有一些刚刚孟化姐讲的一些部分 有一些已经有在提告了 已经有在提告了 好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今天讲得很好 好 我们刚刚提到柯文哲在狱中 柯文哲被羁押 那未来民众党到底在政治上面会跟谁合作呢 因为现在他们塑造是被绿营压迫 所以极有可能还是跟蓝来合作 所谓的蓝白河这一局 2026的县市长选举是不是会落实呢 现在有媒体说宜兰县新竹市有可能蓝白河 新竹市那就是这个嘛 黄国昌可能转战 那宜兰县因为现在县长林子妙有可能 在年底要被各种司法的案件给拖住 所以这一局是有可能的 而另外众所矚目的是新北市 新北市有可能蓝白河吗 黄国昌出席活动 看起来侯友宜市长都对他特别礼遇哦 那侯友宜被问到这议题 他说还很久啦 我现在只要对这个新北市啊 多多争取资源 我们来看看报道 周和立行福德公建庙三百周年 这大型公庙庆典 蓝绿有一角逐2026新北市长的人 想想公庙票都跨选区出席 前一天侯友宜才在板桥 同框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不论是打招呼还是动土典礼 两人互懂密集 难道是替新北2026蓝白河 提前堆叠善意 而说到蓝白河 有平面媒体盘点各县市蓝白河可能性 分为三级 新竹市宜兰是不合作恐拱手 让给民进党第一级区 嘉义台北则是白银有人选 但不够强二级战区 其余第三级区持续滚动调整 客问者金华城案变数也牵动 2026选举再也不拒 好你看到侯友宜我刚刚讲了 他对这个侯孟凯 这个侯孟凯也是非常友善 可是另外一边你看到 他对这个黄国昌 看起来好像也蛮好的 那边是客人吗 所以其实看不出来侯友宜市长 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叶元支就讲 他说蓝白啊 当然有合作空间啊 持续堆叠善意啊 所以这个都是开放的嘛 那另外在绿营方面 苏小慧看起来已经公开宣布 他要参选了 也志在必得 那他是苏贞昌的女儿 苏贞昌过去说充充充 他现在说会会会 那看起来在很多的场合 都跟侯孟凯对上框 所以外界也说 侯孟凯也是潜在的 非常强的人选 你自己怎么看 真的 2026年真的还很久了 我说实在话两个部分 侯市长对于我们12个立法委员 新北市12个选区立法委员 或者是说连黄国昌 因为他的责任区也说他新北嘛 那个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 供下参序的时候就已经有讲 就说只要能够为404万的 新北市民来打拼 争取多一点预算 多一点关爱眼神 一定都欢迎 所以今天上午这个活动 是在综合的例行福德公 他300周年 我们一起受邀前往的时候 那其实土地公文化季 已经在综合十几年的一个时间 那我觉得我们共同参与 这都有好事 但是今天我还有特别 陪同侯市长两个行程 一个是到土城 一个是到三峡的台风过后的 这个复原的工作 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我为什么会特别希望能够前往 就是因为我身为新北市的立法委员 我当然也希望是说 去了解一下有哪一些地方 是中央部会能够协助的 那刚好今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当地的立法委员 他没有陪同出席 那我们能够陪同侯友宇市长出席的时候 我马上就两个部分就解决了 一个是台电的那个复电的状况 我们也跟新北市府 也跟台电公司 特别拜托说 希望在今天11点以前 能够把三区的部分 还有少数没有复电完毕的 都能够来紧急抢修修复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也在今天 勘查了这个学校有受灾的状况 我们也拜托 这个礼拜的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招委 万美林招委 马上安排了教育部 会来做一个整个全台盘点 所以我讲那么多 只是想讲的是说 其实现在与其说 两年后的这个新北市长 人选等等部分 倒不如想说 现在我们怎么样 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为新北市加分 尤其是明天开始 财务收支划分法 我们也拜托啦 真的 撇除党派立场 因为在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2012年赖清德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也都讲过说 要修着所谓的财务收支划分法 那现在民进党执政 但是国民党在野 我们也希望 能够修一个财务收支划分法 让各县市有更多资源 能够好好的在第一线运用 这才是真真正正 为新北市民也好 为各县市民的第一线地方服务 做最好的杂梗 在民进党的部分 虽然苏小慧看起来 是志在必得 可是还有一个人林佑昌 好像也没有放弃 所以这个绿营 到底谁出现 现在可能还会有一番的角株 那在莱茵这边 我觉得局势看起来更乱了 因为侯友宜 他的副市长叫刘和然 可能在一般民众的心里 他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可是看起来侯友宜是蛮挺他的 现在传出说侯友宜定了一个day line 死线day line 就说因为他现在知名度不高 所以他的支持率也比较低 他说如果到年底之前你的民调没有上升 你的民调没有上扬的话 那我可能就不支持你了 那另外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人选 川柏 李四川台北市的副市长 他的民调超高的 可是呢 他自己的意愿现在看起来并不强 前两天我跟他在一个私下的场合碰到他 我亲口问他 他太太也在旁边 他太太就说不要 我不鼓励我老公出来参选 李四川也说我不要 我现在听到的是这样 我前几天才遇到川柏位问他 他又说他不要 我说可是大家一直把你放进去 他说当时高雄有一直把我放进去 最后柯智恩出来选也选得很好 所以他的态度就是 他鼓励有更好的人更年轻的人出来 因为国民党一直势在传承 这几年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旁边这一位就是非常好的 势在传承的人 那刚刚说这个洪友宇 当然对这个黄国昌也是非常礼遇的 因为我们未来希望黄国昌可以帮忙 所以黄国昌是客人 是我们希望民众党可以支持国民党 所以现阶段 当然不管是基于立委 我们希望更多出自于新北的立委 可以帮新北争取更多的预算 第一是这样 第二我们希望2026年 这个国昌老师也愿意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所以基于这两个现在或未来 当然侯友宇市长都会非常礼遇黄国昌老师 那现阶段未来的不管是双北 其实国民党一直以来都是以初选决胜负 过去像台北市也是一样 当年的马英九市长 他也是主义他的副市长接班 这个叶金川 可是后来还是用初选的方式来决定这个人选 所以不管现在 当然做一个市长 他会比较信任自己的副市长 因为他觉得说 只有副市长比较了解我现在的施政方向 但是未来一定是用初选的方式来决定 现在就算大家都可以努力 刘和然他有优势 他有副市长优势 他现在就可以有市政的表现 他也有曝光度 孟凯当然他也有他的优势 他可以以立委的身份 帮新北市争取更多的预算 所以只要是正向的竞争 对新北市有好处的事情 大家都去做 最后得力的是谁 最后得力的是新北市民 这样的竞争何乐而不为 至于苏巧惠 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过去他看起来有表现 可是这样表现都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是他爸爸 苏贞昌 每次他爸爸只要到新北市去 我巧惠爱的我都害他 结果现在行政院长换人了 结果马上海水退了 谁没穿裤就知道 我们发现苏巧惠 再也好像争取不到预算了 再也争取不到政绩了 原来过去他就是因为有他老爸照着他 他才有办法争取到这些 行政院长不换人了老爸不在了 苏巧惠能力就出现了 人家林佑昌是本来是基隆市长 现在也不在中央部会了 居然可以迎头赶上了 那苏巧惠这不是很落参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这就是苏巧惠的能力的话 他的唯一的身份跟优势 就是苏家的长公主的话 那我觉得他还要加油 梅梦华 所以我觉得目前谈2026年的选举 也都还太早了 不过呢所谓的蓝白盒 还是要提醒一下 其实也没有什么蓝白盒 就是蓝里让白嘛 我们可以看到 2026年新竹的选举 蓝里让白 听出了吗 对就是真的 因为你们那时候就是气饱了林根人 所以为什么高宏安可以选得上 很明显就是这样嘛 那其实黄国昌在之前呢 也一直在跟国民党来叫嚣啊 说要不要给他选呢 他其实之前在科案之前的表态是非常明确的 当然最近比较低调了一点 不过真的要提醒国民党 在这个状况之下 要跟民众党怎么样来合作呢 必须好好想清楚的 因为民进党呢 就是之前有经历过相关悲惨的案例 大家可以知道 在2014年那个时候 李让克文哲 后来的状况呢 其实我也不想再多说 大家都很清楚 那2016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呢 也用了一个首都进步大联盟 那细子里让黄国昌 那目前呢 其实民众党 某种程度上 虽然在当时的选举 可能结果都不错 和后续的效果呢 是非常多的人 觉得这样子的选择 可能有些讨论的空间 所以后续的国民党 可能也会面临到 这个样子的问题 所以呢 到底在新北市 黄国昌他这样表现 那到底最后 真的国民党 那么多人才会让给他吗 可是如果你们不合的状况之下 就是国民党真的有办法来 就是在2026年的时候 就是赢得选举吗 这个是国民党 可能需要考虑的 那当然还有新竹 跟目前高宏案的状况 那到底新竹 国民党会采取什么样子的策略 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想要继续看的 不过还是要做这样的提醒 友谊回应一下 是 当然现在看2026还太早 不过我想先回一下 那个苏巧惠的部分 他说自己惠惠惠 爸爸是冲冲 但他们都姓苏 为什么不叫苏苏苏 苏苏苏好了 苏苏苏苏苏苏 苏苏苏苏 这开个玩笑 那这个国商委员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他现在是真的非常的忙 因为 当然我们现在民众党的状况 他有很多的责任要去承担 然后他也是第一线很多媒体 可能对他的攻击啊 或者是不同阵营的一些责疑 都是往他的身上来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他非常的责任重大 那再来是他现在也是现任立委 所以他其实很多的时间 也必须要花在国会 当然他现在在地方上 因为那个新北市是他的责任区 所以现在新北有相关的活动 他也都会尽量去参加 然后未来可能也要一个母鸡带小鸡 所以他现在来说 我觉得当然现在看都还太早 那另外我要回应孟化节就是说 过去可能的确民进党有 跟民众党的科主席 然后也有跟黄国昌委员 当时有过合作 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去想想 为什么后来 这个合作会破裂 很大的程度 其实是民众党的这些前辈 他们发现民进党 他可能在地方上 在市政上 太多事情 他的吃相难看 他可能牵涉到很多的利益输送 看不下去了 所以离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自己也要反省一下 嗯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台电要涨价了吗 很多人都插了蛋 我们来看看报道 蒜香面包整盘放入烤箱 开始高温烘焙 食材品质要顾 只能掀器 钱包不顾 但烘焙店用电支出已经够高 现在还传出 明年可能换民生用电调涨 要是以今年4月调幅来看 这家烘焙店 每月用电约9000度 适用涨电10%计算 老板说每月电价 将会从38000 飙到约4万块 每个月我目前出抓 应该会再多个一两千块 什么东西都在涨 根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因应 他唯一的做法就是涨价 听到涨电就无奈 毕竟烘焙店 无论尖峰离峰 举帆冷冻冰箱烤箱展示柜冰箱等 24小时都要用电 至于一般住宅 以东区里长家两大一小 两个月用电约400度 电费1500元 若以涨电3%计算 两个月多45元 一年要多支出270 还有礼办公室用电更多 根据主计总出推估 家庭用电每涨1% 每年物价影响0.012个百分点 产业用电涨1% 则对CPI间接影响0.014个百分点 要是民生电价涨下去 外界忧心推升物价 可能让明年通膨再起 明年的通膨只会往下 数字上看不出来 但是民众对物价的感受会深刻的 明年到底涨不涨电 现在还说个没准 我们看到台电一直说他亏损 那我们的国库也不断的贴补他这么多钱 几千亿这样倒进去 是不是未来还会再涨价呢 台电的董事长曾文生接受媒体的访问 其实讲的没有很清楚 可是他的语意 他讲的话里头是有讲说 民生的这个这个店价 我们打算希望他可以再调整 这样大家才会节约用电 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应该是没有看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 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李燕秀 我就很生气哦 他说哦 如果你要再继续真的把它实现 你现在是放话嘛 要涨民生电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全民就为民进党的错误能源政策 再缴智商税 因为很笨啊 你的能源税定的这么笨 所以我们才要缴这个税 那我们看到台中的中火 这个问题也是很大 因为他的碳盘放量实在太大了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火力放电厂 所以呢卢秀燕呢 其实这两天都不断的杠上中央 那包括还有我们的产业发展 像是AI 不是说了吗 前一阵子有这个立法委员直询 说AI的这个动作 这个我们看到的 黄仁勋如果回来的话 我们给他百亿的绿电 那经济部说可以 可是现在又说 经济部有跟黄仁勋联络 黄仁勋说没有啊 我没有讲这句话 所以这个报道有时候也是乱七八糟 好 来 这个黄仁勋跟郭智慧两边 我觉得都 郭智慧是比较笨拙 因为他本来以前 他以民营事业的董事长 他由我来治官 大家大家都很适 没想到说不太适 我跟你讲 你要让黄仁勋大举 回到台湾建立Data Center 不是这种主动被动都好 但是不是这种 明目张胆的让他丢丑 你知道 现在黄仁勋很红 红到什么程度 昨天NVIDIA 才从纳斯达克要到道中 你知道 所以盘后就涨4块钱了 这个不得了 大王赚很多了 没有没有 这个是题外话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 不管是补贴台电 或者是涨民生电价 都是钱 这个钱大概就是要印了 要印钱 而且最后呢 是全国人民要负担 所以这个归根究底 只有两个 我都不太讲 不太喜欢听李彦夕的那个讲法 当然你现在国民党就说 哎呀你这个没有 没有这个核能当然贵啊 但是你如果要用核能来 算进公司的话 当然比较便宜 但是这个不是马上就要 就要落实的 你现在不落实的话 这个电价2000亿的补贴还是不够的 那你补贴也好 涨电价也好 都是人民的钱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短痛还是长痛 所有的政客 我们在座所有的政客 统统选择长痛 不要短痛 你知道吗 可以接受短痛的 就是政治家了嘛 可是我们没有政治家 至少到现在没有看到 上一个要短痛的 后来状况不是很好 马选总统有点双掌 后来的确民间反弹非常的大 先讲 近年来民进党政府疯狂补贴台电 让台电的资本额 一路从3300亿 已经飙升到5800亿了 现在假设要再补贴他2000亿 那我不晓得 什么时候补贴才是到头啊 所以当然啦 如果不补贴 势必要涨电价 所以近几年来 台湾电价涨了好几次了 而未来我相信 一定还会再涨的啦 要不然无法处理 现在电价的问题嘛 你核能没有了 现在绿能又贵 包括了郭智霍还说 甚至要到什么菲律宾旅宋岛啊 跟外国买电 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代表我们民众必须要预期 未来电价势必 会再持续增加 而这个过程 民众能不能够接受 我觉得 大家考验于最后 选举的结果 但是我也有一点 我真的要特别呼吁一下 郭智辉这个部长 讲话冷静 不要乱发言 你现在不是民间的董事长 你现在是经济部长 你讲任何一句话 都是代表政府 所以不管你说到菲律宾旅宋岛 设绿电厂 还是说要发展什么地热 甚至是直接承诺 挥达100亿度的绿电 这些话不要随便讲讲 要知道你当初上来的时候 业界对你 包括人民对你是很有期待的 因为想说你应该更了解 地方的情况 能够提出一些更好的政策 但现在我个人觉得 好像有点期望过高 然后失望有点太大的感觉 今天已经补贴台电千亿了 但是台电到年底会亏损4900亿 那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变成说错误的能源政策 确实你的电价没有办法 如此的反应 可是你的发电成本居高不下 你当然就是到最后全面买单 我认同当大佬的讲法 就说台电亏的 其实你即便是没有涨到电价 但是那4900亿的亏损 到最后还是会用总预算来去补 可是问题在于是 是谁造成这个结果 我们讲如果说 这经济部长连弄菲律宾买电 这种没有经过大脑 或者说没有经过 国安讨论的言论 都一而再抛出来的时候 那就代表是现在的政府 其实能源政策 已经左之右出到一个 无以复加的地步 再来我们再讲 再生能源很高 核电你不要用 火力发电全开 到现在核山厂的 二号机税修的时候 大家发现有一半的时间 其实是火力全开 高达90几%的 如果蓝气蓝煤 我们原物料的成本 没有办法控制在自己手上的话 那只会造成一个情况 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加的面临到 原物料的波动 而导致成本的一个上升 我只给大家一个观念跟数字就好 台湾一年3500亿度的 发电需求量 如果说每一度电成本 多增加一块钱 我们就是一年要多支出3500亿 两块钱就是7000亿 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过去直到现在 你不要核能 那你告诉我们 有没有其他更稳定更方便更便宜的 发电成本 发电方法可以用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当然民进党政府 就是要让全民买单 受降这一亏损 书惠 我觉得就是没完没了信用破产 第一个 我们现在用的是不干净的电 像台中 你告诉卢秀燕说 你只要给我增加燃气电阻 我就减少燃煤的机组 结果燃气电阻增加燃煤电阻 也不给它减少 第二个 我们在用昂贵的电 你去掉核能 你说要发展绿电 结果造成的是电价一直在涨 昂贵的电一直在用 第三个 你告诉我们不缺电 结果我们的经济部长说 我们要去跟菲律宾买电 所以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事实上是缺的啊 所以我们在用不干净的电 我们在用昂贵的电 我们在缺电当中 然后我们的台电 我们的经济部长 一天到晚在给我们冷销微 才刚贴补完千亿 才刚涨完电涨 我们的这个台电董事长 对 已经在跟我们放话说 哎呀我们在这个物价平准站 考虑涨民生用电 事实上现在虽然没有涨民生用电 但是全部都转嫁在我们的 民生消费上面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店家 已经在涨说 为了反应电价上涨 我们的便当涨价 我们的早餐涨价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了 所以不要再骗我们了 不要再转嫁到我们身上来 不要再把你们错误的政策 转嫁到我们来承担了 所以刚刚曾文生这一番话 我一讲出来 我们现场好多的民意代表说 真的还假的 还要涨 还要涨 不是在刚刚完吗 已经很shock了 来 孟华 其实我想每次的电价调整呢 产业党幅绝对会比民生还高啦 本来说要涨到14.5% 可是涨到12% 但我们知道澎澎或等等的影响 但我觉得 与其是短期的电价 其实后来的净零转期 可能带来相关的 的澎澎澎是更要来注意的 我们可以看到 净零转期的要求 其实是全方面的 不管是更新设备 或是改变流程等等的 这个我们的影响是更深远的 我们知道很多的企业 现在对于净零 然后绿电等等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那我觉得在这个 灰达100度电的需求呢 要帮部长来稍微平反一下 说他当时是有立委来问他啦 我们民众党的立委张旗凯问他说 如果就是这个灰达100度电的要求 那部长他是说 就是可以来提供满足 就是开出条件来做嘛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想要 争取灰达来投资 所以他算是也是希望可以满足 就是各个政党的一些委员 所提出的要求啦 为什么我们台电和经济部 没有把他们现在 从国外进口煤天然气 然后我们在民间发电发绿电 购买绿电的所有的价格 摊出来给大家看 是哪个东西比较贵 那他们彼此之间的配比是多少 大家要一起来看嘛 哪边买贵的那这边是不是减少 哪边的比较便宜 我们就去买哪一边的 然后呢我得说就是 其实现在美国政府 也开始重新拥抱何能 上个月10月14号 拜登政府才说 通过了9亿 9亿的美金 要开始做这个小型的模组的反应 美国都开始